到底是什么导致了昨夜美股的惊奇一夜 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2月24日星期三 我是Joy 昨天美股迎来惊奇一夜 纳斯达克盘中一度下跌超4%至12800点 而收盘基本收付仅仅下跌0.5% 道琼斯指数和标普500指数微涨 苹果盘前跌超6% 而收盘仅仅下跌0.11% 新能源汽车特斯拉盘中一度下跌超13%至625美元美股 距离之前高点900美元已经累计下跌了31% 尾盘拉伸目前收盘价格是698美元美股 蔚来季称也是跌超了15%至42美元 目前收价收在49美元 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了美股昨天的惊奇一夜呢 主要的原因还是债势 昨天美股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徘徊在1.369%附近 盘中一度触及过去12个月以来的最高值1.392% 收益率的上升是由于债券价格的下跌而影响所导致的 反映出投资者对经济强势反弹 以及随之而来的通胀上升的预期 而通胀上升最终也有可能导致美联储上调短期利率 对股市造成不利的影响 这就是昨夜美股盘前大跌的主要原因 那又是为什么导致了尾盘拉伸呢 主要原因还是昨夜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在国会发表证词时表示美联储的美国的经济复苏 距离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取得进一步的进展 在夏季经济反弹之后 经济增长的势头大幅放缓 如果购债规模有所变化 美联储会明确的传达信息 并向市场确保量化宽松的政策将继续保持下去 其实我们翻译过来 潜台词就是大家不要恐慌 股市还会稳住 那我们再来看看会市方面 澳元呢延续之前的涨势 目前澳美报价0.79 澳元对人民币报价5.11 而黄金和白银呢有所回落 目前分别报价1805和27.66 比特币呢暴跌1万美元 昨天日内跌幅超18% 目前报价48000美元 据统计24小时之内呢 就有53万人报仓 报仓金额多达320亿人民币 在这里也想跟各位提醒一下 市场行情波动较大 请注意控制仓位和风险 这就是我们今天 排行解释的全部内容 喜欢的朋友 请点赞评论再转发 谢谢 请不吝点赞评论再转发